昨天八点自热报让大家看到了一位名字叫穆斯蒂卡的马来女子 她是怎么凭借着自身的努力打破语言及文化的隔阂 到上海修读中医硕士课程 其实穆斯蒂卡她之所以能够坚持学习中文 到后来修读中医全是得到家人的鼓励和支持 今年25岁的穆斯蒂卡她出生在一个传统的马来家庭 家里的经济情况并不好 父亲在她三岁的时候就不幸离世了 是外公和母亲将她和弟弟两人给辛苦拉拔长大的 而开明有远见的外公阿杜阿兹是一名退休校长 她虽然不懂中文 但却非常欣赏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 文化还有华人勤奋拼搏的精神 所以她不但是将穆斯蒂卡的妈妈送到华小就读 也坚持让两个外孙接受中文教育 穆斯蒂卡说这一路走到今天 家人的支持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外公给了她很多的正能量 让她坚持下去 她还提到那如果当初没有马六甲赔风图中 助学金的资助 她是不可能继续接受中文教育 更不可能踏上中医科系的这条路 她说裴风中学的助学金让她走到了今天 否则她会失去她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 也会伤心一辈子 因此她非常感恩家人和学习过程当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 回首过去在华小的学习之路 到现在成为了一名中医系硕士 穆斯蒂卡坦言 这一切都归功于外公的坚持和鼓励 想当年外公虽然不懂华文 自己还是国小的退休校长 但却毫不犹豫地将孩子和孙子都送到华小去 或许有人认为马来学生读华小会跟不上进度啊 但是穆斯蒂卡却用她亮眼的成绩单 打破了外界的静定印象 也见证了她六年华小时光的付出及收获 其实因为去华小是我们家里的传统 她是影响最深的 我的外公 因为是她开始的 然后她有很多花园的朋友 然后她觉得学中文很 对我们有很多好处 所以她就把我妈妈和她的兄弟姐妹 送花小 然后我就跟着我妈妈的交往 我们住在 Malaysia 有很多伙伴 有 Melayu 有India 有中国 所以我担任 如果可以 他在学校中文 我意思是学校中文 然后我看他在学校中文 然后我看他在学校中文 做得更好 所以我担任 我担任他在学校中文 我担任他 我担任他 身为马来人 穆斯蒂卡却对华文 有着特殊的情感 学习兴趣浓厚 加上外公不断强调 中华文化是唯一一脉相承到今天的世界不文明 还告诉他 华人很勤劳 早上打太极 一早开店做生意等等 要他多多向华人学习 小学毕业之后 穆斯蒂卡并不想就此放弃学习中文 无奈被分配升学的国中虽然有中文班 但却与宗教课同时段进行 那由于他是穆斯林没得选择 必须修读宗教课 这让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学习中文 不过后来 在机缘巧合之下 穆斯蒂卡得知 马六甲裴风读中提供助学金补助 这才重新点燃了他学习中文的希望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 然后突然放弃不去读中 不学中文就很可惜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如果我去博中的话 我不能上中文 因为我的宗教课会撞上我的中文课 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另外一个最主要动力是因为 我要看中文书 如果我会中文 我可以看比较多的书籍 然后包括一些什么日文啊 韩文啊 意大利文这些外国 翻成中文的书籍 我也可以看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沟通方式 也是开启不同人生事业的钥匙 而花过力气 下过苦工 写好华文的穆斯蒂卡 显然更能够理解各种的意义 他后外公都认为 学习华文和中华文化价值观 与信奉伊斯兰教并没有冲突 同样都是在教导 待人处事的道理 外公也强调 我们生活在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 那既然华人能够学习马来文 那么马来人也同样可以好好学中文 我认为我学习马来自华文化价值观 但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的观点是没有 因为如果你真的去学的话 比如论语那些词词啊 其实它不是从神论的这种方式去转大 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代人处施的方式 所以除了学中文 我觉得也要鼓励我们所有人去深入地去了解 这些中华文化背后的一些思想 能够接受中文教育的熏陶 让穆斯蒂卡有机会学习中华文化价值观 也改变了他的这一生 他说如今中文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族同胞开始学习中文 那作为一名热爱中文的马来女子 他深信 不管是伊斯兰教还是任何的宗教 所齐畅的处世之道 其实都和中华文化传授的价值观不谋而合 都是引导民众向上向善 这种包容性的学习 也是伊斯兰教义灌输给他的观念 他说这个世界由多元民族组成 大家都应该学习他人的文化 吸收他人的长处 绝对不应该排斥